台灣第五輪莫德納何時再打莫德納成為大問號 因為台灣莫德納疫苗庫存大缺 目前自購加上美國贈送的共到貨374.96萬劑 扣掉已經施打的363.2萬劑 只剩下11.76萬劑 但緊接著6月底已經施打第一劑的65歲以上長者 9月初就必須打第二劑 但以目前的庫存量來看 能打到的機率恐怕很低 第二劑的延長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該三週就三週打 該四週就四週打 根據統計6月28到7月5號 已經打第一劑莫德納的65歲以上長者 共有41.5萬人 以十週計算 9月6號就要施打第二劑 若是12週就是9月20號 而7月6號到19號有147.9萬名長者 9月底或十元上旬就必須打第二劑 若莫德納迟迟未到貨 恐怕將近有190萬名長者 第二劑的間隔勢必拉長超過12週 意識上族群才是我們要保護的目標 那第二類的一個無限制的一個增加 會是台灣的一個警訊 讓疫苗打在應該打的人身上 醫師認為莫德納疫苗大缺 二劑打不到 保護力只有6到7成 這段空窗期又遇上秋冬氣溫降低 二劑覆蓋率難以對抗Delta病毒 今年的秋冬 應該是會流行Delta病毒住 從全世界的趨勢來看 其實高危險的人早點把兩劑打完 醫師論點出 像是重大傷病者 還有高風險族群 應該優先施打第二劑 像沒那麼緊迫的二類官員 就應該排在後面暫緩施打 在疫苗不足的情況下 政府應該將優先順序搞清楚 別毒後官員造成民怨沸騰 記者黃毅俊 曹昭元台北報導